我出身一屆 我应该发挥医疗专业 跟社会各界一起努力 打造健康台湾 赖静德亲自领军健康台湾 推动委员会首场会议 尤其明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整合预防保健 医疗和长照资源更得重视 赖静德喊出目标 未来八年内国人平均余命 从79岁要提升到82岁 其中健保财务也受到关注 我们关注健保点值 也要展现健保价值 政府会持续精进总额制度和治理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和稳定点值 明年度卫福部的整体预算 预计投入607亿元 来扩大医疗及照护的投资 宣布投入607亿 扩大医疗投资 卫福部长邱泰源 健保署长石崇良 会议中也分别以健康台湾愿景规划 和健保永续改革两大议题提出报告 会议经过四手时讨论 保费收入的36%的计算基础上 有了重新的计算方式 会较往年多挹注134亿 健保跟商保如何协作的问题 你如何给这些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有足够的诱因 然后让投保的民众也可以信任 所以总统也希望大家能够用 大开大合的态度 然后来做这个健保改革 或者是健保财务永续的 后续的讨论 至于健保法说法是否会有目标其成 石崇良表示目前已经组成 首组持续研议中 还有外界关注的医护人员 黛玉也有讨论 我们来增加这个药界的代表 跟护理界的代表 那改善这个医护人员的工作的条件 让医护人员更没有后顾之忧 考量基层护理人员职场环境问题 不排除下次走来相关专家学者加入会议 属次健康台湾委员会 先集思广业搜集建议 进一步解决医疗保健问题 明镜与税卵炳中台北报道 明镜与稿